45岁的中年男性 心脏放了两个支架 你仔细问他病史 损伤血管的五个坏习惯 他全有 我最近也接诊了一个45岁的中年男性 是一个小老板 你仔细问他伤血管的五个坏习惯 一个不辣 第一个坏习惯 长期的外出应酬 暴饮暴食 高糖 高脂 高盐 高酒精的摄入 导致了他年纪轻轻 早早的三十多岁的时候 就高血压 糖尿病 高脂血症 高尿酸 而这是他最后 心脏血管发生严重堵塞 放肢架的重要原因 第二点就是长期吸烟 他自己说呀 坐到办公室里 他一天就坐下来 就是抽烟 一天两合 而吸烟不但是说 导致肺癌呀 这些肺部疾病的发生几率增高 他最重要的是毁掉你的血管 所以说 我见着他之后 我就说你必须得戒烟 第三个坏习惯 就是不运动肥胖 大肚子 天天坐着也不运动 你这个时间长了 能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吗 第四个就是熬夜 他为什么熬夜呢 倒也不是说加班干活 他自己说就是 喝酒咱喝一场 后头还有第二场 还有第三场 晚上三场酒 三场酒之后去KTV 每天晚上到家 都是两三点钟 你说这能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吗 最后一点就是 他自己啊 精神压力大 因为自己的企业 他承担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说呢 这也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 尤其是血压升高的重要原因 最后啊 我建议他尽量改掉 这五个坏习惯 同时坚持服药 定期复查 尽量咱们 他放着两个支架 到此为止 后面不再长出新的病变 今天录这个视频 也是想说给手机前面广大的朋友们 大家相互提个醒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 把这个视频转给他 让他提高警惕 最近我会讲更多这方面知识 大家点个关注 咱们后头听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